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新闻之呼 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 俄罗斯说要以经济手段向土耳其报复 计划之中的经济制裁措施 包括冻结两国合资项目 限制土耳其企业在俄罗斯营运 限制货品出入口 减少来往航班 终止筹建的自由贸易区 估计涉及数以十亿计美元 俄罗斯是土耳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两国经贸往来一直都很频繁 两个月之前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到访莫斯科 还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谭笑岑欢 说要加强双边贸易 希望在2023年之前 贸易额翻两番 达至1000亿美元 如今这个目标可能要跑汤了 一旦经济制裁 最立竿见影的 相信是土耳其的旅游业 势必损失惨重 土耳其是俄罗斯人 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 去年就有大约440万俄罗斯人 去到土耳其 有四分三是旅游 数字上虽然少过德国人 但由于德国旅客 是以探亲居多 俄罗斯人带给土耳其的旅游收益 相信违居榜首 每年估计有40亿美元 自从战机被击落 俄罗斯外交部已警告国民 不要去土耳其 而旅行社亦都停售土耳其的旅行团 进口食品亦都诸多阻撓 百多公吨的土耳其鸡肉 声称因为文件出现问题 而滞留在边境关卡 亦都有几百公斤的食品 质量安全不达标被充公 土耳其蔬果食品在俄罗斯很普遍 特别是去年西方因为乌克兰问题 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停止进口欧盟产品之后 多了依赖土耳其的食品 如果连土耳其都制裁一份 会导致食品价格再次急升 俄罗斯一点好处都没有 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都很多 土耳其几乎所有能源都要进口 六成天然气依赖俄罗斯供应 每年进口300亿立方米 是俄罗斯天然气的第二大买家 另外亦都买很多石油和副产品 少了这一笔生意 俄罗斯的损失很大 两国本来都正商以兴建新天然气管道 被俄罗斯可以绕过乌克兰 经土耳其出口天然气去到欧洲 另外两国正合作兴建土耳其首间的核电厂 计划总值超过200亿美元 建成之后预计土耳其每年可以省到百多亿美元 买能源的钱 不过现在两项大计都可能因为制裁而受到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俄罗斯今年的经济会收缩百分之三点八 土耳其虽然有百分之三点一的增长 但比起几年前已经少了很多 而两国货币今年亦都大幅贬值 经济状况影真麻麻 再打经济战的话只会两败俱伤 今集的新闻智库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